在金融市場怎樣選股票永遠是投資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環好自己在這方面都算做得不錯 我們在第124集的分享 提到小米可以考慮15.7至16元左右的位置 看看會不會直接買正股 出完業績之後正股去到19元樓上 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8月初是可以買得到這隻股票 匯報16元去到19元不錯 而指數 其實之前 haberprice была封 рек 值數升至700點 而之前分享的策略是擔帶任期ちゃん費多點 而申請大部分時間 整體的回報都比分得'm still a bigger 先提及最欠費部分才提及 先向新觀眾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輝立業務副董事佐助 我們這個頻道非常策略Live 逢星期二就會出街 片長大約是四個時至半個小時左右 會分不同章節 大家也可以在章節分段 選擇你們感興趣的內容來收看 如果各位觀眾不論新舊觀眾 覺得我的資訊是有幫助 準程度有差不多 請很重要的 請按個like 分享朋友 亦可以留言發表你的評論 未訂閱也請訂閱輝立證券 今集會說什麼呢 英偉達上星期公佈業績 股價又跌了 這裡會跟進一下英偉達和台積電 也會說一下美期 當然少不免說港股 恆子也會說兩隻 車股也會說一些玻璃 這兩隻股票的前景是怎樣 接著也會說九月一的講座 稍微提一提 例如怎樣選股票呢 為什麼選到小米呢 新世界近期又再插下來 之前分享過這隻股票未必值得 我們怎樣選算這些股票 令到自己可能投資表現更漂亮 這些都是九月課堂不會分享的一些東西 我們首先看看 英偉達剛剛上星期出的業績 其實業績不差 只不過市場預期實在太高了 其實它所有東西都比市場好 不過叫做對前景的預測 不夠市場最樂觀的預測這麼好 其實是很漂亮的了 對公司前景的預測 比市場預期 普遍的預期已經是 預期在這裡 普遍預期在這裡 已經公佈的業績 和管理層對前景的預測 是好過一般的預期的了 但問題是市場不接受 市場覺得 你之前是每一次都跑贏 最樂觀的預測 現在你和最樂觀的預測有一個差距 股價就跌了下來 但是 既然整體業績不算差勁 甚至可以說很漂亮的話 這次可能是借小調整的 我自己覺得 如果跌不穿105元這些位置 其實這隻股票還不值得耗 如果手上有這隻股票 沒有這隻股票的 它跌不穿 甚至升上來 接下來幾天 沒有跌下來的話 120甚至123元以下 如果還能買到 這些位置都可以考慮 另外一隻和它有一定相關性 台積電 在英偉達收到很多的order 當然 這個 台灣的龍頭 它做生意 也不只是收英偉達的order AMD那些都會和它買它的晶片 之前分享過 平均價8-6元買入這隻股票 英偉達出業績之前8-7元 再吃下去先 大家看看 今部業績 前後其實股價都沒有太大的變動 不過求個安心 英偉達就跌了下來 至少台積電 我們減少一部份 英偉達跌下來都不需要太害怕 而接下來怎樣呢 類似剛才的分析 英偉達跌完業績不差的話 台積電 可以再買多些 穩陣一點 等它回到8-6元的位置買 但是 如果英偉達跌不到 甚至升上來 接下來幾天 都不一定要等8-6元 特別如果之前是有貨 還要在8-7元吃了一部份的話 現在都是1-170元左右 如果英偉達可以上來的 台積電 你稍微高一點 172-173元追 其實 你之前只賺那裏 起碼每股都吃了10元 我們高2-3元追回這隻台積電 其實都是一些可以考慮的做法 接著是尾期 大家見 今天的預測快一點 因為想表達的東西比較多 美其上集提過 道指、納指 因為美國減息 和鮑威爾 之前在Jackson Ho 央行聯會的說話 市場對美國經濟的信心 應該暫時來說是好些 所以 只要英偉達 接下來的股價表現 不是太差的話 其實現在這些水平 道指、納指他們的期貨可以買入 圍回尺寸 都等同於一張 或者一張鬆一點 不夠兩張 恆指 細期的尺寸 這些就是美股一個很簡短的分享 然後 重點都看一看恆指 恆指在上周五 曾經去到18000點 只不過是8月底 或者衝其量叫9月初 它有機會就升 我不會否定它有機會 可能由18000點 那些位再上升到18500 甚至19000點 都有可能 不過這些機會就小一點 所以我在上周五 就出了一個WhatsApp 跟客人說過一些淡倉的部署 其中一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做法 當然是做9月 Shot過18000點 call option 然後上面 高500點 19000點 long call 封頂 整套淨抽100點 左右的期權金 為什麼這樣做呢 首先第一件事 以結算格計 打和點18600 其實市場是否去到18500點 都是一個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水平都已經有點阻力 18500點 這樣的情況下 再加上 這個做法 有一個long call 封頂 就算升到19000點 long call 封頂 我們整件事都是輸有限的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挺吸引的做法 不過現在都只不過是9月初 不需要太進取 分兩至三柱來做這個部署 現在先做第一柱 當日價錢合適 可以先做第一柱 可能大家會說 左智Sir 現在的期權沒有100點 這樣一套 不急的 等一等先 都只不過是月初 還有市場 其實由18000回回來 也不是真的回了很多 轉頭 兩三天 升回二三百點 你這一套 要收100點 期權金回來 並不是一件太難的事 除了這個之外 上星期五也有分享到一個做法 就是直接做 short call 不封頂的 當時是貪心一點的 WhatsApp和客戶 看看會不會有200點左右 出完WhatsApp之後是做不到的 但當時 8、6、8、7點都收到 現在都是沒有這些價錢 但不妨大家先等 如果有8、5點 考慮一下 開倉 因自己的情況 結算打滑點 18650 我覺得這些圍刀 都升穿的機會 相對不算特別大 但這個是沒有封頂的動作 危險些 不要兩至三柱 可能就是分三柱 這裡只不過是做第一柱 因應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 但是 有些觀眾未必想做指數 想看個股 再說 左撇sir 你不是今年 一直都對車企 看得淡一點嗎 又說競爭大 各人 是的 但是 一隻正常的股票 它的股價 不會是由頭跌到尾 就算跌下來跌到這麼多 都會升 所以為什麼會選到 這隻小米 這隻都叫半隻車企 這隻蘇七 這麼賣得 這個新能源車 就可以在16元 在樓下撈到貨 這樣就升到19元 另外 比亞迪 之前其實也都分享過 做過120元行使 但Shopput 100元做回Long Put 風底 收三元期權金回來 之前是做到的 這三元期權金 跌到八月結算就代了 只是代到三元一股 好像賺得比較少 當然比亞迪來說 好像是賺得少 但大家看看 我避了這一招 八月初 股價曾經跌到 200元頭 跌到200多元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做這個動作 不好意思 看出沒有錯 打錯了 我們做了220的Sopput 然後200元 Long Put Option 8月當日是吃了3元的期權金回來 而 你說 它跌穿了220元 去到210元 然後上回來 上去220流上 進入升上來 我們要不要再做其他好倉 追進去 另一件事 起碼這下 我們做的好倉 是做得舒服些 還有 中間去升上來 我們已經有錢賺了 這是比亞迪之前的一個表現 而在9月怎麼做呢 類似的 我覺得都是做回 120元行使價的Sopput 然後 200元做回Long Put 封回底 Long Put有一定的需要 因為 始終他老闆都說 接下來三年是一個很大的競爭 但是呢 這次我們不需要 一定要有3元才開倉 有2.5元左右都可以考慮 為什麼呢 因為 接下來這一串 這些車企的表現 可能會稍微好一點點 2.5元有沒有可能做到 有機會的 如果正股回到230元以下 即是接下來這幾天 應該 兩個多一套的提權金 是可以收到回來 為什麼現在對車企稍微樂觀一點點呢 這裏借吉利這隻股票來講一講 吉利大家看到 這一轉的升幅 挺漂亮 挺強勢 為什麼呢 有它自己本身的原因 賣車 8月賣了18萬架 有個不錯的增長 而當中是包括 這個極害 其實是吉利的品牌 新能源車它都有做 增長都不錯的 賣了接近2萬架 增長都增長到四剩樓上 而不要只看一個月 頭8個月 它整體汽車銷量 或者新能源車 就這樣說 極害這個品牌的汽車銷量 增長都非常亮麗 它不是賣1、2萬架 頭8個月都賣了12萬架 都不算差 跟所謂造車的新勢力 小一點多幾間比 其實它不比公司差 另外中國的汽車 一向海外的銷量都不差 而吉利是其中一間 在海外部署生產汽車 或者銷售渠道 都做得比較好的一間公司 當然除了這間公司 自己做得好之外 亦都有一些外圍的因素 例如傳統上 中國汽車的金、九、銀、十 所謂9月和10月 它整體的銷售是會做好些 另外這一個 經銷商的汽車庫存預警指數 其實按年或按月都下跌了 大家看到的名字都知道 庫存預警下跌了下來 起碼感覺上是比之前幾個月做好些 整體中國汽車前景 而大巷也都看得比較好些 美銀花期都調高了目標價 花期甚至目標價去到差不多14元 正估現在都是 都是這樣的水平 10元都未到 花期是看到14元左右 而它亦都表示 如果保持現在的增長 全年或者賣到200萬架 樓上 大家看到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差 甚至是一個很漂亮的數字 大家可能會顧慮 你初八個月做得漂亮 之後怎樣 之後其實它陸續有些新的車款出來 例如這個極駭7X 對標就是Tesla Model Y Tesla這輛車 給大家一點資訊 在大陸是買得不錯的 而吉利的售價比它便宜一點 便宜1萬元 你看到它亦都有一些對標 和Model Y這些 這麼受歡迎的車可以對標 所以它前景未必做得差 可能都保持一個不錯的增長 既然是這樣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股價升了不少了 有些進取 我們做好倉 那就是Long Tor Long 9元行駛價的Torbson 或者9.25元的Torbson 給3毫子或者2毫子出來 這個做法真的是盡彩 因為大家會看到 9.3元這些位置 其實是一個阻力 正估計現在都8.9毫多了 但Long Tor的好處是 就算它升不到 我輸了都是輸這幾毫子的期權金 它升到越升越有的 爆升上來繼續上升 我的回報可以很吸引 但如果想安全一點 就等它回到8.4左右才做事 當然其權的性質 我們是很靈活的 等它跌下來 它跌不到進入升 那就錯失了機會 OK 如果是有這個顧慮 我們上面這個Long Tor 選一個行駛壓做了先 這個行駛壓到8.5毫多 這個行駛壓到8.4毫多 這個行駛壓到8.5毫多 這個行駛壓到8.4毫多 這些行駛壓到8毫多 其實剛才提過 這間公司做得不錯 有機會就算它升得多 升到9毫多 回到8毫多 可能還可以存定一下 整固完之後再升 我們等它回到這麼快 做這個Shopput 重點是 如果這個Shopput 收回來的期權金 足夠這些Long Tor 成本 我都不一定要去之後 升上來 它只要保持到8.5毫多 不再跌的去到結算 高於8.5毫多 我Shopput收回來的錢 已經足夠Long Tor 給出去的期權金 整件事我不需要輸 但如果它爆升上來 我還有機會贏錢 這些就是 期權一些潛在的變化 講完車 我們也講一下 信義是 信義玻璃和信義光臨 那曲就差一個字 868 968 信義玻璃只不過大家會看到 好像不太跌 硬正一點 信義光臨 就看到968 真是它的低位上回一點 這兩隻我之前應該都沒有講過 起碼沒有公開的 為什麼呢 其實有個顧慮 產能過成 公過於求 但是為什麼說呢 都是跌到差不多 有些東西值得 撈一撈 當短線撥反彈也好 或者衝頂其他東西 而信義光臨 其實都很離奇的 最近升上來 可能相關的原因就是 集團說 整個行業 因為種種原因減產 供應減少 可能每天就減少1萬噸 市場之前預 現在近期供應減少了30% 沒有減少這麼多 其實佔總供應量 是減少了10% 但是好像 供求關係都開始平衡了 如果管理層說 減多1萬噸 那就有機會供需平衡 OK 現在減了1萬噸 佔總供應10% 減多1萬噸 所以整件事減了20% 供應量的話 就供需平衡 比市場預期要減30% 好像少了 大哥 那是不是現在還供過於求 這樣的情況下 長線信義光臨 是可以看得多好呢 我覺得要看整件事的發展 但是短期來說 大家會看到 不論技術走勢 或者管理層說的 好像近期可以樂觀一點點 甚至他說現在8月 是滿產能運作的 9月 太陽能波 售價也會穩定 短時間是一些好消息 但是將來價格走勢 9月就價格穩定 10月呢 12月呢 不知道 要看整個需求的復甦 所以這個行業 都是比較被動一點點 外圍也有影響 例如美國取消了 太陽能板的進口關稅豁免 都是說中國產能過剩 blahblah的 當然 有些公司也都在其他地方 組裝這些太陽能組件來避稅 但是變成美國現在都 這些國家的關稅豁免都沒有了 這些自然是一些影響 在這個前提下 我又覺得 順月光能這隻股票 是有些東西可以值得衝勁的 但是呢 long call算了 中就中 三個半行使戒 long call 給幾仙 可能八仙九仙出來 正股現在是正在做 三個兩號半左右 我印象中 我選了三個半左右 大家會看到這裡是一個阻力位來的 我不管它是可以一路借著近期的勢 升上來甚至升穿 或者短時間之內 逼近三個半這些位置 我們這個long call 都可能有個不錯的回報 當然了 這個投機性就真的比較重 剛才我們講的 一些車企都有一些業績各樣的支撐 信義光能去本質 供求問題 我們暫時都是一個顧慮 而類似的信義是另一隻 信義玻璃 我們看看 它主要業務三個部分 但是 建築 汽車 大家知道 這兩個板塊都比較麻煩一點 對不對 它的業績有多好呢 最近一份業績 收益是減少的 它的解釋是人仔貶值 跟著 產品售價下跌 也有一點賣點 不是一面倒看 這麼負面的 毛利 毛利率都升 實際上有一個增長 毛利率上升 不過 為什麼毛利率升上來呢 它的解釋 只不過是原材料 或者能源成本減少 生產成本減少 這些可不可以維持到呢 我們也要打一個很大很大的問號 那情況下 信義玻璃怎麼做呢 868這隻的部署 大家看一下圖 其實它不是很詳細的 只不過好像 看到的低位捉了底 正估現在7.0幾 其中一個做法 預許不夠跌下來的 我們就做過7元行使價的 short put 然後下面封回底 7元做了short put 然後我們低兩毫半指 6.75做了short put sorry 做一個long put 封回底 這裡我們淨收1毫子期券金 雖然 好像1毫子不多 但你看回它的行使價 以及我們封了底 這個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做法 如果大家擔心 它不是 這個跌下來 我始終有機會輸錢 雖然說封底 還有潛在損失都 它跌到6.75以下 7元接貨 6.75沽出去 那我這裡都輸兩毫半指 扣回收回來的期券金 我都要輸一毫半 沒有了 我們做樣 潛在損失小一點 就這樣做一個long call 7.75行使的long call 現在都是1毫子左右 現在正是7元 它如果去到7.75 短時間之後升到上來 當然是和味 我輸了都是輸1毫子 這些都是一些潛在的做法 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動作 short put 下面封底 收1毫子 long call 給1毫子出來 看個人 甚至現在同一時間做這兩套 互相配合都可以 只要月底結算跌不穿7元 我不管它升不升到7.5 我這套都不會輸 但是 順義玻璃 如果我講到順義光能969 走勢技術上 都還算漂亮一點 大家會看到低位升上來 但是 順義玻璃 這幅圖 我講技術走勢都沒有968那麼吸引 所以 其實都是一些比較進取的做法 只不過剩在這兩套做法 各次的策略 或者兩套配合的策略 我輸都是輸一個有限數 當然有些股票真的跌到某些位置 我們是可以罵或者搏一搏反彈的 但是有些公司真的不是很選得下手 新世界 即是如果有這麼少的股靈 或者你買賣股票的時候 有聽過一些前輩說 這也不是一隻很容易處理的公司 過去這兩年也不要講遠了 17元一路跌到下來 跌到10元也沒有 值不值得罵呢 今年年初 我想某個場合 我不記得是課堂還是怎樣 有提過 萬一真的想做這隻股票 都真的要小心 可能是8元左右提過 跌到8元的人說 這隻真的不要鬥了 那麼再插下來 再插下來 有很多原因大家上網都會看到 例如擔心它的負債 還好 新世界叫做有期權做 可以某程度上控制一下風險 看看自己做不做相應的風險管理 但是接下來 其實港股也有個好處 有新產品 每周期權 大家看過這個頻道 阿Sir又說這些不同 這次是新的 它是股票 過股 某些股票也有 好像恆指一樣 有每周期權做 恆指 我們現在只可以做 九月底結算 十月底結算 逢星期五 到期的期權都可以選擇 而在十一月初 個別港股也有每周期權做 這一隊 其中部分 我highlight了黃色的 給阿迪美團大家知道 短時間之內的波幅也不小 或者南圈那些 京東亞里快手 其實它的波幅也有差不多 所以當每周期權推出來之後 在十一月四日 這些可能都是幫自己管理風險 或者短線投機 一些不錯的工具 而 因為九月中是中秋節 所以一貫我月中的講座 退了一個禮拜 九月九日舉辦 都是在金鐘搞 我有什麼意義過來聽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 今次會講一些指贈的技巧 剛才提到 例如今個月 這個指數的做法 大部分情況 的回報都比 就這樣握其指 握型副基金吸引 但是你都要懂得吃 什麼時候只賺呢 有沒有方法 我們懂得掌握 只賺的時機可以賺多些 這些都是一些技巧 九月九日的講座會 分享一部分其中的技巧 另外選股票 除了為什麼選到小米 為什麼在今年年初 已經跟人說 你就算覺得新世界很吸引 都盡量避免鬥它 如果做好戶倉的話 其實也有講過內銀 最近內銀又跌了下來 內銀股 我不是說內銀差 但是過去好幾次我都講過了 相對於內銀 我可能有其他股票選 有些因素我想避了內銀 這些我就不按照 課課堂也會再講 但是我們真的選股票 有些技巧 可能其他股票整體的表現 比內銀更好 在過去這段時間 而大摩剛剛說了不久 所以預行指明年中就17000點 就著這個看法 我們有什麼部署 還有接下來9月10月 有什麼潛在策略可以做 對大市個股有什麼分析 都會在9月9日 7點半至9點 今宗的實體課堂講 大家有興趣可以打 22776536 這個電話來報名 今天分享過一些內容 包括約來提及了一些 美股 講了四隻港股 美國和恒指的大市 當然啦 一些個股 為什麼選小米 我們怎樣避開 例如新世界 甚至內銀 我們有些顧慮 這些我們怎樣挑選的股票 這些其實就是 接下來的課堂 9月9日課堂 會跟大家分享的 希望今天 例如Youtube提及過這些資產 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覺得 OK的資訊 和之前有些準成度 幫忙 3連結 給個like 分享給你的朋友 也可以在這裏評論 未訂閱 也請訂閱回復立證券 今天分享到這裏 多謝各位 今天只是一些 一般簡單的 並非任何法律 財務行事依據 並非任何買賣邀請和建議 資產達得可升可跌 投資可賺可欠 其權其貨有這麼多效應 可以放大潛在人數 任何情況都必須滿足按鈕要求 不然有機會被人搶擠平倉 無分測量最大潛在損失 理論上有機會是無法 最後增加白銀買賣 請務必問自己的經紀 或者獨立專業人士的意見 多謝各位